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博斯还有CTFA TV YouTube频道 为您送上的是台湾企业甲级足球联赛 本季第一循环第六轮的精彩好戏 在富人大学足球场要来对决的呢 是上个赛季 气甲联赛的冠亚军球队 台湾石虎上个赛季 气甲联赛的亚军要对上呢 卫冕军男士台刚了 精彩好戏 我是今天的主播李鸿斌 跟我们今天一起来欣赏赛场 精彩球赛的还有我们的球评 罗伊你好 鸿斌好 这个位置 他的确后来是比较拉回来 所以应该是出水太阳的那一脚半 这就是直接自由球 球进了 Go 我可能是也是进入到 他在气甲的一个进球状态 在上一队的比赛呢 个人比进球两注攻 现在又是连续场次的进球 施星安在这个比赛当中 是太阳促劲了 那这一下应该是说 因为他是设紧出的地方 他刚好是有了一枪打 维贤了 危险了 通局了 一下没有还有第二下 Go 郡君清头锤了 虽然是北门角 是先挡出来 但是下山路再扶上一脚 真的是 2比0 头锤 现在虽然挡掉了 但是郡君清再上去了 还是比859越远更快 在之前我讲把球给痛的进去 在Kerry外教练 手下的话 他蛮重要的一个鞋发好 不是 哎呦 这一下没听到危险 是 哇 听到了克尔特斯 在那时候 是先把比赛给推挺 四轮的一个竞投的任务 同时是在比赛 打破僵局的那一个制裁 所以 看起来 对 因为他刚来说 应该讲 可以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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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侧的角球 哇呦 四车乱军 他都捧进去了 是 聚情没开二度吗 进球的场坡 开到 后点的一个位置 哦 是聚情的头没有错 但是因为 他原本是在 更靠球门线的位置 然后 回撤 好 右侧的角球 五十第三分钟 三起 我是李红柄 还有我们今天的主播屏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拜拜